美国在一波降息 不过债券却是不涨反跌 很多网友就说 与其去买债券 还不如去买像是股票 或者是市值型的ETF 我们要请教永年哥 真的是这样吗 其实不一定 不一定 不一定 那我跟大家讲一下 因为大家为什么会 大家就觉得很奇怪 这一次联组会降息了 而且一次降两码 结果它股价反而 一直跌 而且还跌蛮深的 跌了十二天 对 跌了十二天 那大家觉得很奇怪 那我现在拿这个00679B 元大美在二十年来 给大家做例子 他在去年十月的时候 他的最低价是二十七块二 那当时美在二十年的殖利率 是百分之五点三 那到了这个今年的八月的时候 他这个美在二十年殖利率 已经降到了百分之四点二了 那意思就是说 他自动降息了 已经降息了一点 百分之1.1了 那百分之1.1什么意思呢 就是他的这个价格 他的价格反应是怎么样 就是27.2我们成了一大堆 然后他的合理价格是在32.88 那你知道他最高来的多少吗 32.44 其实就在附近 已经满足了 已经满足了 而且超涨了 所以他现在一降息了 他反而股价开始回涨 他没有涨他只是提前反应而已 没有错 他已经提前反应了 那可是呢 现在呢 他今天的价格跌到30.89 30.89这个位置 那么其实跌到这里呢 那是不是已经超跌了呢 来我给大家看一下 因为呢 昨天呢 这个20年的这个20年债呢 每债值率 已经到了百分之4.17了 是 比方说他已经跌了多少呢 他这个利息呢 已经降了百分之0.13了 这个应该是0.013 0.013了 那所以呢换算成 他现在应该的价格是多少 33.92 那现在今天价格才30.89 那是超跌了 超跌了 没有错 那么 所以这个时候反而不应该赶快去卖 而是要赶快加嘛 对啊 应该要进场了嘛 是不是 就是长期的观点来讲 应该要进场 那为什么应该进场呢 因为我们还是在看以后 因为鲍尔呢 昨天晚上有讲了一句话 就是说 他我不会激进的降息 可是我还是会持续的降息 等于降息 他还是一个趋势 他的目标的是中性的利率 中性利率是多少呢 大概是3%左右 那3%的话呢 意思是怎么样 从去年的5.3% 他降到3%的话 那么他的合 明年12月 如果是我们假设明年12月 他就降息 降到这个3%了 那他的合理价格是多少呢 39.08 今天是多少 30.89 所以呢 他有两成以上的空间 是的 这个不包含利息 是 如果配息再加上 这个只有资本利得的部分 是的 没有错 我们先休息 下次要来看到 员工请病假 但是因为请的人数太多了 既然呢 这个公司还派人到家里去调查 到底怎么回事 我们稍后来关心